香港癌症基金会是从2011年开始推行身心灵健康活动的课程 立刻就受到癌症患者的热烈的回应 现在我们每一个礼拜差不多有60堂课 这些课程都是以正面静观为基础来设计的课程 其中包括疗愈瑜伽、气功和太极、普拉提斯的伸展运动 呼吸、瑜伽大休息、静观、静坐 还有整全的生活和健康的饮食、声音的疗愈和绘画疗愈 绘画疗愈里面包括缠绕画和曼陀罗的绘画 当初学曼陀罗的初衷 其实是我自己修行中训练自己的专注 我有一次身体检查 就检查到自己的身体暖潮 有一个水浪 我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画一幅画 这幅画是专注向治疗自己身体的问题 两个月过了 我又去医生那里布检 完全没有了 一直到现在身体检查 都没有我复发过 当颜症机关会邀请我来教曼德纳这个课程 那我就想着既然我自己 华文德纳有这种经验 那我可以将这种经验分享给我们其他有需要的人 在很大的程度上呢 癌症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慢性病 所以在克服癌症呢 不再只是着重于药物的治疗 现在呢 癌症的治疗正处于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上面 特别强调和着重身心灵统合的治疗 这个发展的方向呢 不只是要让癌症病人活得长 而且要活得好 到一发现自己有这个病的时候呢 就开头是觉得很害怕的 就是我觉得很突然 觉得生命好像很短暂 随时自己都可能不在这个世界上会很害怕 但是之后反而因为这个病呢 我就多了参加一些新心灵的课程 那麦德纳都是跟其他一些 譬如瑜伽或者一些静观的新心灵的课程 都有一个共通点 那就是带我们去回当下 专注在当下 当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状态 我举一个例子 像刚刚我们外面在做录影 里面在上课 然后再加上我心里头在想的 待会我也要录影 所以就会有一点紧张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 我还有一个还没有画完的曼呆了 于是我开始静下心来 画我的曼呆了 很快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我就可以专注在曼呆了 然后进入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 因为永远都是我在作画的时候才是当下 那这个是很重要 作天已过去 今天还不错 明天会更好 我也是觉得 在命德纳之中 也都是令到我体验到这件事 不要因为治疗 真的好像觉得自己是很病 过去的伤痛已经过去了 那今天我可以在有幸 就是可以继续一个生活的时候 我希望真是可以活得比以前那么好 我也都希望所有的同学人都是 现在呢 我们有两千多个人来参加这些活动 从二十多岁到八十多岁的都有 在身体的层面上呢 许多的活动呢 帮助到癌症病人在手术后 或治疗后产生了后遗症 然后呢 他们觉得自己的身体呢 得到了伸展 也得到强化 在精神层面上面呢 很多人觉得放松了很多 觉得内心也比较平和 比较喜悦 更重要的是觉得有自信 以及这个面对人生的勇气 当我学懂了呢 多点是留意回当下 自己身心的状态的时候呢 就减少了自己会多的忧虑 那也都是连结到 整个大自然的规律这样 我们经常都见到一些树叶落下来 或者见到一些花借下来的时候呢 以前好像觉得 它落了落地下就死了 没有了 人其实都跟大自然一样 花开花落都是一个循环而已 那些花落了落地下 那变成了来到的一部分 那会滋润一些植物 那棵树呢 会继续生长 那其实人都是一样的 生命完了这个时候 不是真的一种结束 那也是会回到大自然的怀抱里面 在这五年过程之中呢 其实表面上来说 是我帮他们上试 教他们画画 那实际上呢 我自己都学到很多东西 其实是有些同学是很辛苦的 但是他们都坚持 为自己的生命而努力 那是多数同学是没有画过画的 他们的努力是多过 我在外面教的那些同学 因为可能他们为自己的生命 而做的那样东西 所以他们的精神 其实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这一生我都很希望 我可以继续画下去 因为每一幅的明德纳是 就是等于我们人生之中 不同的过程呢 是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是真的跟很多同路人都说 你来学吧 不怕的 因为我都是不懂的 我都不是很厉害去画画的 但是最重要 真的是在那个明德纳之中 是感受到之后 是帮到我以后一生的生活 下课后呢 常常有很多的会员呢 他们就一起去聚餐 喝下午茶 互相的支持 以及互相的安慰 很多的会员呢 他们也有自己的WhatsApp Group 所以他们有自己的群组 如果呢 有人两三堂课 没有来上课的话呢 就有同学呢 立刻就会很关怀的去询问 所以呢 形成了一种呢 同路人的凝聚感 归属感 这个呢 也体现了香港癌症基金会的 没有人孤独面对癌症的宗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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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